鲜艳斑斓的阿富汗清金石艺术百建 精致的尼泊尔满月颂波 秘鲁纯羊驼毛制成的可爱玩偶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消费精品摆上展台 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 古老的丝绸之路将沿线国家联系在一起 如今借助一带一路 中国消费者可以在消博会上近距离了解其他国家的消费精品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一带一路展商称赞 肖博会助力其开拓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 希望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 可以把阿富汗的贸易跟中国连起来 更多的阿富汗的优势的产品 往中国和通过这个项目通过这个出道 往其他世界追出去 这个一带一路对我们阿富汗经济来说非常重要的 希望我们可以多参与在这个方面 我在中国学了一个叫供应 对我们的厂方有供应 尼泊尔参展商Frank 也从本届消博会上看到中国市场的机遇 他们在本届消博会上展销的商品受到热捧 他告诉记者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下 中国这个大市场 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就业者 获得更多机会 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 能把我们的产品推上去的话 我们能更多的一些工作 然后我们一些给一些 能帮助我们本地的一些我们的工人 然后我们在那边生产力又来又大了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本届消博会上 叙利亚国家馆向大家展示了 拥有数千年工艺传承的阿勒泊古灶等特色产品 负责人董经言表示 首次来参加消博会 效果超出预期 那来了以后 确实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很多 不光是采购方面 我们达成了一些这个采购的合同 更重要的是呢 其实这个窗口对序列来说 除了可以传递序列的一些 这个产品信息 然后我们也能把序列的旅游和投资 带到这个大家的面前 逛展时 记者注意到 一家销售手工羊驼制品的企业颇受大众青睐 其展台内的羊驼玩具风格多样 造型客居 加上柔软舒适的手感 让不少年轻消费者爱不释手 占管负责人张云泉介绍 他们的原材料有一部分从南美洲秘鲁进口 在中国进行生产并对外销售 他说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很强 市场潜力还有待挖掘 记者了解到 作为两届消费会的参与企业 此次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 依托自身海外资源及供应链配置 引入28个国家近200个品牌 2000余款商品 其中超过七成合作企业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RCEP成员国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薛颖杰表示 他们充分立足消费会大平台 完善供应链体系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开通路拓市场 把中国大市场机遇分享给世界